9月下旬 中国政府决定让央行投放贷款 拉动股市 一批年轻的股民冲进了股市 上证指数一度暴涨数日 一个月过去了 上证指数从3490的短期最高点 现在躺平在3300点左右 已经失去了活力 这方官方拉动股市的稍操作 目的何在 股民又想面临何等局面 未来中国的股市来自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前景 经济学博士陈小龙先生在文章 中国股市的最后一波起飞 和中国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中这样认为 一 中国股市为何发飙 在自由经济国家 股市大体是经济动向的晴雨表 数年来中国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股市却在一个月前突然起跳 为何如此 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善 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好 中国股市才有这次起跳 这种股市特色证明中国的股市并非企业经营状况的反应 而是被政府操纵主上下震荡 代表中国股市的上震指数 2007年前一直不到2000点 2007年短暂跳到5000点 以后就一路下行 从2015年开始一直徘徊在3000点上下 10年之后 今年8月跌到2700点以下 由于外资纷纷撤出中国证券市场的金融投资 股市是一决不正 于是今年9月中旬 中央高层下令 一定要拉抬股市 重新把外资吸进来 中国政府选在今年10月1日 国庆长假之前 开始人为拉抬股市的大动作 其设想是 把股市拉起来后 在国庆长假期间 证券业停止交易 股市指数可以形成一个长红十天的假象 其具体的做法是 让中央银行的上市公司和金融界提供资金 一下子投入8000亿人民币 让基金 债券公司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都来炒股 还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来托市 结果从9月24日开始 上证指数从2700点 一下跳到3300点 这种操作 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政府才做得出来 中国的上市公司都处在财务困境中 既有经营亏损 又有债务到期 他们当然想把股价拉高 趁机出货 捞一笔现金 虽然证券监管部门 不许上市公司大笔抛售持股 但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股票 买给已经拿到中央银行融资的 私募基金公司 再让私募基金去操作抛售 这样表面上就不算违规了 二 几股传花没下家 国外金融机构近一年来 基本不碰中国的股市 但中共玩的这一招托市 还是骗到了一些外资 9月30日 华尔街日报报道 华尔街大投行之一 高盛有个投资顾问说 过去48小时内 我关于中国的祝母通话 比2024年全年还多 许多投资者纷纷跟他召开祝母会议 讨论的话题是到底这是个集会还是个陷阱 认为可能是集会的人其实并不懂中国经济 而是抱着一种害怕错过的心理 吕美经济学家 David黄认为中国单纯的股市大涨 其实是一个人造流逝 他跟经济没一点没一毛关系 股市本意是企业融资提供资金 但中国股市大涨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 这些大户趁机把资金从股市上掏走后 根本没把这些钱用在实体经济里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日本著名投行也称证券发出警告 中国股市这次过往16年来最大一次反盘 可能会转为崩盘 这种结果概率可能比更乐观的情况 要高得多 看来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持够苦头的外资 虽然有一点试探性操作 但并未大举入场 现在外资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占比 仅为3%到4% 中共指望拿台股市引诱外资入场的起头 似乎落空了 没有大量外资增购股票 中国股市就只能靠赏户来维持这一轮股价起飞了 当大量年轻股民重敬股市后 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等大户就趁机抛售所持的股票 让赏户接盘 一开始几天里上证指数的确起飞了 但是中国股市上赏户的小额资金并不足以支撑 股价持续的上涨 随后在抢劲赏户陆续接盘之后 股价便开始回跌 把行进的赏户给套牢了 这就是最近几天上证指数频频不动的原因 因为被套牢的赏户把潜在的入场者预期撕碎了 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入场资金股市上的几股传话游戏就找不到下家了 三 中国股市暗语 武则天守寡 在中国 经济学家和股评人要在这波政策势中唱衰股市行情 就会被党局惩处 9月30日有人李明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 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 既然中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当局的股市行政 有人便隐喻的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前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一个关于当下股市的爱 用的是中国唐朝时代的典故 还是一句邪后语 也就是武则天守寡 失去李治 唐朝唐高宗李治 是唐朝第三任皇帝 他的皇后姓武 元姓唐高宗李治 自父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 唐太宗去世后 长子李治继位 封父皇的妃子 武士为自己的皇后 唐高宗病落 武力治理政事 皇后武士总览大权 和临朝称制改名为空 治理为武洲皇帝 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政事成人的羽皇 他死前一命改称 则天大胜皇后 故史称武则天 用武则天守广 失去李治 这一句邪后语 来比喻中国今天的股市 就是要提醒大家 股市凶险 入市须谨慎 那篇被封杀的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提到 那些无知的股民在狂欢 证明中国人还是那样 好了伤疤 忘了痛 似乎什么教训都没吸取 这篇文章还说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狂欢 是因为所有人都吃不准 这样的利好能维持多久 既然如此 就趁现在赶紧行动 能套现的套现 能捞一笔就试一笔 谁不抓住这个机会 才是傻瓜 其实中央直接拿钱 把股市拉抬后 很多老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想法 一样 想把原来被套牢的股票 趁机抛掉 这样股市的乐潮 能持续多久 可想而知 是一手烂牌装好牌 中国人最近常说 习近平是一把好牌打得稀烂 所以造就了今天危险的局面 其实并非中共一手好牌 打稀烂 而是一手烂牌装好牌 所谓一手烂牌装好牌 就是中共官办银行制度和政府 不但巨额挪用银行资金的做法 明明是摆烂之举 中共却假装有一手好牌 当大兴银行长期书写 大型龙蛋型工业企业 城市商业银行则持续书写 当地政府 这样的制度性政府行为 已成吉联恶习时 这些龙蛋型企业集团或地方政府 都是再多不愁的老赖 他们永远都用新债定旧债 政府担保一笔债券到期了 他就下一纸公文再发一笔新债 原来欠一千亿 现在公文写两千亿 让政府自己控制的银行 能够债滚债 你还乱 银行存户的钱就这样 源源不断的流到政府的手里 用掉不还了 越是大银行 由政府造成的资产坏债 就越大越多 现在这些坏账都挂在账面上 银行根本没有能力 用资产减值准备金去对冲 因为换上多达上百万亿 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 大抵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 其中单是地方政府设立的 本地成建融资平台公司 为赏还的银行债务就要多达65万亿 地方政府对银行欠下的政府债券 还有几十万亿 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 中国GDP的85% 我看了百分之百 既然这些坏账已经达到上百万亿的规模 而银行的资产减值准备金 只是坏账的百分之一而已 所以银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消化如此巨额的坏账了 他们只能一面耗尽处户的存款 一面维持政府债务不至于立即崩盘 有关中国庞大国家债务数额 很多国外研究者只是拿这个数额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进行对比 但这样的对比忽略了一个重要中国独有的事实 那就是中国政府巨额的债务已经转移给全国的银行系统 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 中国模式的政府办银行 银行充当政府的ATM机 必然会造成一种双重的效果 银行可以让政府的房地产开发或盲目高铁扩建 炉虎天意 但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和高铁过度的开发 近日把银行拖进深渊 从中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真正失败之处了 改革之前中国的银行也是官办的 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依靠财政拨款 二靠财政性存款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存款 这种金融架架当时在中国被称为大财政小银行模式 如今中国金融架架已经形式上改成小财政大银行模式 然而财力有限的各级政府却能把银行里居民的存款 当作自己可以任意回货的资金来使用 这种官吃银行或光复腾市银行存款的运营模式 正在迅速掏空银行里的居民存款 近日掏空支撑政权最后的支柱银行系统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大致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